青海省商务厅 2025年青海外贸进出口总值将达到50亿元 悉宁1月5日电 青海省商务厅5日对外表示 青海省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公布 根据规划 2025年青海外贸进出口总值将达到50亿元 规划针对青海商贸流通工作基础落后的省情特征 将聚焦强化商贸基础设施 壮大商贸流通主体 完善农务区商业体系 加快补齐短板 努力缩小与全国的差距 规划紧紧把握 青海全省商务发展趋势 体现商务工作在联通内外 贯通城乡 对接产销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全省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不断提升商务工作 对全省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规划研判了未来五年 商务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式 顺应商务数字化 生态绿色循环等新发展趋势 充分考虑规划的前瞻性 同时注重项目导向 研究提出了农村商业体系建设 快递电商融合发展 外贸主体培育 开放平台建设等 29项重点工程 作为工作抓手 确保规划可操作 能落地 青海省商务厅表示 通过规划实施 十四五十七 青海省商贸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将明显提升服务消费升级的新业态 新主体 新服务 新产品加速发展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年均增长6%左右 全省网络零售额 实物网络购物交易额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的年均分别增长10% 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开拓两个市场的能力增强 同时 到2025年 青海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将达到50亿元 年均增长20%左右 引进外资 对外投资合作的空间领域进一步拓展 质量规模稳步提高 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持续推进中尼陆陆贸易通道建设 常态化开型国际班列 商务经济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更加突出 商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更加突出